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女儿的眼睛 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故事发生 因为夜晚的时候 还属于在另一个空间活动的人们 他们通常不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是 偶尔啊 新村右侧的门被封闭了 是因为那地儿没有路灯 前些天啊 下晚班的一个女人 在那遭了抢劫 结果丧了命 于是被害人的家属和居民们 就为了杜绝类似的情况发生 就把门给封了 要知道 让人改变一件 他们非常习惯的事情 是相当难的 于是 就不断地有冒失鬼 骑着车 过门的时候 撞到墙上的滑稽事情发生 大家也没多注意 直到有一天深夜 突然从那传出了惊恐万分的叫声 联防队员赶到的时候 发现一个男人 瞪大了眼睛 呼吸困难 等送到医院的时候 那男人已经死了 他的眼睛始终都没有闭过 医生说 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非常刺激的东西 在那一刹那 爆了血管才会这样 可是在发生第一件 冒失鬼撞墙的事件之后 村里负责人 就在那安了一个红色的灯 而且 那天联防队员到的时候 灯也亮着 那个死掉的男人 也没有喝酒 这件事 就慢慢地 被人们当成了 茶余饭后的话题了 还是在一个 月光明媚的夜晚 五岁的夏佳 看完了电视之后 就趴在窗台上 享受着夏夜凉爽的清风 然后 她就看见对面的那个红灯 一闪一闪的 小夏佳只感觉啊 那个灯闪得很有节奏 于是 她的小眼睛啊 也就像着那灯 一亮一暗的节奏 一张一闭 她使劲地用自己的眼睛 跟上灯的节拍 这样当她 每次张开眼睛的时候 都能够看到 便是亮亮的红色 嘴里边 一边数 一边不停地念叨 她奇怪的声音 引起了妈妈的注意 夏佳 好晚了 你在数什么呢 快睡了 妈妈叫道 妈妈 对面的灯 一亮一亮的 我在数呢 夏佳似乎对对一面的灯 兴趣而不减 突然夏佳发现 有人从门里进去了 可是当她在想仔细看的时候 却没有了 夏佳越来越好奇 越发越觉得 看不到 慢慢地 她就发现 只要她掌握好 灯亮的规律 就可以看到 走进门的人 一臂 三臂 五臂 夏佳看到人的最佳节奏 她终于看清楚了 不停地在这个门里 走进走出的 那是一个女人 一个和妈妈的年纪 差不多的阿姨 可是她为什么 要走进走出呢 夏佳 乖 别闹了啊 自己刷牙睡觉去 妈妈又催着到 不嘛 我要看奇怪的阿姨 夏佳撅着小嘴巴 什么奇怪的阿姨啊 你又想骗妈妈了吧 这次可不行了 上次你说看到什么 在天上飘的小猫 就在骗妈妈 这次可不可以了 乖 听话 睡觉去 妈妈有点生气了 又过了五分钟 夏佳还是一眨一眨地 盯着那闪门 妈妈终于忍不住了 走过来 对着夏佳的小屁股上 拍了一下 小夏佳压得要了一声 妈妈 你自己看嘛 那门里有个阿姨 老是走进走出的 好奇怪 妈妈半信半疑地 朝着夏佳指的地方看去 可是除了一个 坏了的灯泡 在不停地闪烁 别的什么也没有 妈妈说过好几次了 叫你不要乱说话 哪来的什么阿姨啊 妈妈 我没骗你 真的有个阿姨 穿白色的衣服 站在门口 突然就在这时 一辆自行车 从那扇门边上 骑了过去 那车骑得很慢 骑车的小伙子 正不停地 往嘴巴里边倒酒 就在这时 车突然停了 那小伙子 似乎被什么东西 给吸引住了 往门的方向走 这时夏佳 他妈妈也发现了 正觉得奇怪呢 就听夏佳解释了 看到了吗 那阿姨在招手呢 那叔叔不看到了吗 他过去了呀 看样子 阿姨认识那叔叔 这会儿 妈妈也吃不准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他的眼睛 还是盯着那个小伙子 突然当他靠近 封闭的大门的时候 红色的灯暗了 周围一片漆黑 哎呀 那个阿姨好凶啊 把那个叔叔 拉进门了 妈妈这时候 才觉得有蹊跷 可是又不知道 哪儿不对劲 突然灯又亮了 小伙子躺在门前 瞪大了眼睛 妈妈见事情不对 赶忙打了110爆料警 可是等警察 赶到的时候 还是晚了 因为那小伙子 已经死了 和前一个死者一样 血管爆裂 妈妈让小夏夏 待在家里 哪儿也别去 而他自己一个人 和警察 讲了事情的经过 因为妈妈知道 小夏夏不是在撒谎 这孩子一定是看见了 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第二天的报纸上 刊登了这条消息 天力循环 恶有恶报 原来当警察 去那死者家里 调查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 那天被抢劫致死的 被害者身上的一根项链 这才知道 原来先前死掉的那个男人 和现在这个小伙子 是住在一起的 就是他们两个 在那天晚上抢劫 并杀害了 那个下班回家的中年妇女 当夏夏的妈妈 看到报纸的时候 整个人都震惊了 她紧紧地搂着 不懂事的孩子 一个礼拜之后 他们就搬家了 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去住了 好了 这就是 女儿的眼睛的故事 这就是